车档真的成了今年贺岁档的主题了11月底开始的贺岁档 目前已经有黄晓明最后的真相 古天乐暗杀风暴 刘浩然周冬雨平原上的火焰 还有玛丽礼貌伴太子四部大片车档冯小刚 中拳八宫将是第五部车档电影 今年3月份中拳八宫开机 当天就宣布定档12月31号跨年夜 是最早抢下这个黄金档期的大片 可没想到的是 今年跨年夜竞争实在过于激烈 在同期电影热火朝天做宣传时 中拳八宫没有任何动静 中拳八宫甚至没有发布一款预告片 一张新海报 截至12月28号离电影上映还有三天 中拳八宫依然没有开启预售 很明显就是撤档的前兆 目前中拳八宫在购票平台上 已经撤出了12月31号这个档期 变成了2022年代应虽然没有官方宣布 但中拳八宫基本上确定撤档 这也是今年贺岁档第五部撤档电影 一定程度说明了今年贺岁档实在过于冷情 穿过寒冬拥抱你预售破八千万 贾铃一家独大 是中拳八宫撤档的重要原因 以目前冷清的贺岁档 市场上恐怕只能容纳一部票房爆款 从预售来看贾铃芯片 穿过寒冬拥抱你无疑试跨年夜票房 冠军头号种子选手 截至12月28号 离电影上映还有三天 穿过寒冬拥抱你总预售票房破八千万 其中31号首日预售为7290万 首日预排片高达29.7% 预售票房占比59.3% 上作率远远超越了同期电影 电影也进行了小规模点印 口碑相当出色 在购票平台打出了9.5分口碑 是今年质量最好的国产片之一 加上电影温情的基调 非常适合跨年夜的气氛 穿过寒冬拥抱你绝对是 误杀二赫岁当冠军的 最强对手贾铃芯片的强势 自然让预售和热度较低的同期电影 有逃党的想法 中拳八宫定档以来 关注度一直是跨年夜新片中最低的 快上映了 在购票平台想看人数只有5.7万 另一部跨年夜电影 礼貌班太子同样也是被 穿过寒冬拥抱你吓跑了的 礼貌班太子由长远 玛丽 艾伦等开心麻花成员主演 不过电影并不是开心麻花出品的喜剧片 也没有请来票房号 赵丽最强的沈腾出演 加上电影明镜上映 把片名从礼貌换太子 变成礼貌班太子 电影预售一直上不去 因此电影车荡一天 改成2022年1月1号上映 避开竞争最激烈的跨年夜 可惜电影预售成绩依然不佳 截至目前总预售票房 只有600万贺岁片之王冯小刚 今年来走下神坛今年贺岁档 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葛优 冯小刚两位贺岁片之王 走下了神坛葛优主演的 古董局中局是今年贺岁档的第一部大片 目前票房4.22亿 在如今大片动辄340亿的时代 这个成绩只能说一般 葛优在古董局中局中虽然表现惊艳 但并不算主角 近年来葛优主演的《两只老虎》 《断片之险图多宝》等贺岁片票房 口碑都不好冯小刚也一样 2019年的《只有云之道贺岁档》上映 票房只有1.58亿 这次中选八宫直接撤荡了 内地电影市场贺岁档的发展 肯定离不开葛优 冯小刚这对黄金搭档 可惜近年来两人基本上没有在合作 面对新一代的喜剧演员和导演 两位贺岁片之王似乎不再受年轻观众喜欢了